酸辣土豆丝 鱼皮包虾花 现炸牛蛙串 鲜鱼黄猴丝 上面这个韵真的 好绝啊超级细腻 哈喽我是丹妮 又到了小堂每个月 特别想吃甜品的日子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吃啦 所以今天跟朋友约了一个 甜品超级棒的火锅店 我们一起去吧 走吧 再次感慨 重称火锅的价格是真的牛 红锅特辣 一块钱来吧 甜品来两个 两个鱼皮包虾花 牛蛙口沫虾花 丸子土豆丝 黄河丝 蒜鱼丝 把煮的久的先倒进去 还有一个腊肉汤圆 先把它煮进去 算个毛肚 这个毛肚我刚刚数了一下 整整十片 用糖切哈 嗯 我的毛肚 毛肚好好吃哦 口沫沙滑 它上面是加的那个黑胡椒的好香哦 好香哦 口沫的那种香气 然后还有一点黑胡椒的香 像虾仁的那种香 还有豹汁 这个是鱼皮虾花 好像是 我把它煮了 它外面这个就是鱼皮 然后里面包的是虾花 好拐哦 好拐哦 这么点 海鸭蛋丸子串 它里面的那个咸蛋黄好细腻 就像那种流星状 线炸的那个牛蛙串 这个给你 它这个真的好大一只哦 比我的手大多了 好吃 我的面包和牛蛙 不一样的风味 但是里面的肉呢也很细嫩 一点都没有受高温油炸的影响 我把这半个煮进去 它里面的那个牛蛙肉 还有一点奥尔良的风味 鱼皮包沙滑 哇 这个好好吃 它里面就像 关筒包一样会不好吃 但是外面的这个鱼皮 它吃起来是 有一点弹性的 脆脆的 咸鱼皮 好鲜啊 看里面 我的东瓜头婆 对应觉得C6%了 一块钱的东瓜 一块钱的冰豆花 这个好好喝 无敌嫩饱 还有一个这个福顶肉片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它这样煮的 把它煮进去 还送了一份豆芽 赚个胡辣牛肉 那这个胡辣牛肉上面真的就是裹满了胡辣坑 就是12块钱的那个芋泥头 真的有满满一身 这个太爽了 上面这个芋泥真的 好绝啊 超级细腻 胡辣坑牛肉 它这个煮在火锅里面 胡辣坑现在没有被煮掉 这个好吃 它还吃得到胡辣坑的那个香味和辣味 这个胡辣坑好辣哦 火锅浮底肉片 嗯好吃 好吃 好嫩 各地的食材到重庆都会被煮进火锅 直接扔进去啊 嗯 嗯 嗯 拉丝偶粉 是我这个冬天第一次吃偶粉 爽爽爽爽 没想到是在火锅店吃的 嗯 嗯 它这个偶粉里面的料好多哟 我真的觉得他们店的甜品可以把我吃饱 哈哈 鲜鱼黄猴酥 去了骨的鲜鱼酥真的是可以直接说的 直接当面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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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每次在火锅店遇到这种辣肉烫油 我都会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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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俩字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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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什么椰椰 椰奶 然后有一点点桂花的香气 加了冰块刚好解救了 吃了汤圆的我 七苗土豆丝 加一点灵魂香醋 酸辣土豆丝 酸辣土豆丝 酸辣脆爽 好好吃 嗯 这个土豆丝真的加了醋 好好吃哦 好吃哦 好看哦 让它处理好 一样 水 鉄 啦 绝不得 太好了 OK 衣服 我们吃完出来了 我今天真的是被甜品宣保 冰豆花直接宣了五分 那我们见新品牌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